中美两军再次会晤,当着美方的面 中方代表落下了一句狠话 这句话美军必须听懂 就在这几天,根据微信公众号国防部发布的消息 中美两军再次会晤 在美国夏威夷举行了2024年度 中美海商安全挫上机制工作小组会议 这次会晤属于中美海商安全挫上机制会议 属于年度计划并不算特意举行的一场会议 由于会议的内容很多 这里不再意义描述 重点分析一件事情 在这次会议中 中国军方代表当着美方代表的面 落下了一句狠话 中国代表强调 中国军队想继续一发一轨 回应一切威胁挑衅行动 从我个人的角度理解 解放军的这句话的意思是 只要美军继续在海上挑衅 那么不好意思 中国军队会依法依轨办事 到那个时候 别说中国没有给你面子了 什么叫霸气呢 这就是霸气 毕竟纵管全世界 有多少国家能够当着美国军方代表的面前 说出这番言论呢 恐怕找不出几个 话又说回来 最近一段时间中美连续进行了一连串的会晤 比如美国财长耶伦访问中国 中美两军举行年度会晤等等 对此呢 有部分网友表示不理解 他们认为反正会晤过后 美国还是会挑衅中国 所以呢 这类会议有何意义呢 简直是浪费时间与精力 还不露不谈呢 的确 哪怕谈了这么多场会议 中美关系也没有好转 反而继续僵硬 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 主要是中美关系已经发生了结构性变化 从原来的竞争合作关系 演变成现在的对抗关系 导致双方失去了战略信任的基础 然后就成这样了 然而呢 中美之间对抗归对抗 底线思维还是要有的 所以在对抗的基础上 需要建立全一方面的沟通机制 尤其是军队层面的沟通机制 为将来有可能出现的恶化局面兜底 我们打个比方 假如中美两军在某一个海域爆发冲突 双方给交火了 如果没有沟通机制呢 事情可能会进一步闹大 直到依法不可收拾 但是呢 如果有沟通机制 哪怕双方都交火了 都会限定在一个可控范围之内 尽可能不演变成全面战争 这就是沟通机制的兜底作用 无论是我们还是美国都要清楚 中美双方拥有大量核武器 一旦爆发全面战争 将是一场核战争 而核战争没有胜者 都是输家 因为代价谁也承担不起 所以呢 我个人认为 中美两国定期进行会晤 还是有积极一面 毕竟从国界层面讲 需要从全局焦度考虑问题 进行风险管控 才能够减少极端情况的发生 因为很多事情 只要能谈就比不谈的好 而中美定期会晤的意义呢 我相信也在这里 大家对这个问题有什么看法呢 可在评论区给我留言 欢迎大家点击关注 好了 今天就到这里 下期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